正在曼谷举行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 被视作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和政府领导人对话平台 贵州茅台集团作为参与本次峰会的中国优秀实业代表 以及峰会赞助商 在会前拜会泰国中华总商会 双方表示将把握中国经济稳定发展 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携手促进中国企业在泰国和区域的发展 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雄勋表示 参与本次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是深入贯彻二十大报告的务实举措 我们就是在积极践行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创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布局扩大开放 二十大以后我们国家的领导人 开展了系列的外交活动 我们感到坚定了扩大开放的决心 作为企业来讲 我们就是要抓住开放政策的红利 拓展国际市场 实现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 丁雄军指出茅台出口贸易已有近70年历史 产品行销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 这次依托亚太经合组织平台进一步开拓泰国及亚太市场 将推动茅台这样的民族企业更好地参与全球经贸合作 克服经济下行压力 助力全球经济复苏 亚太地区是现在全球经济最活跃的一个地区 是华伦华侨最多的一个地方 也是茅台在国际化市场当中做得最好的一个市场 我们将进一步把亚太地区 作为茅台酒透掌国际市场的一个样板市场 越是困难越向前 越是挑战越奋斗 虽然现在经济还有下行的压力 消费 场景 还有一些萎缩的现象 我们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就是要开拓市场 提高应变的能力 在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前 丁雄军拜会了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 林楚钦表示 茅台不仅是优秀中国企业 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助力茅台在泰国更好的发展 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泰国各发展政策的深度对接 泰国中国总商会 长期这里以推动泰中友好及多领域合作 搭建泰中双线投资平台 我们将进行与各方搭建策的开放节目 我们将进行与各方搭建策的建策 推动泰国交报活动 我祝九国重新发展 与扩大开放的机翼 参与九国一带一路 与泰国工业顺典林 一一席东部经济九郎 深度对接 泰国中华总商会 希望能有更多像茅台集团这样的优秀中国企业 可以借助泰国的地缘优势和良好的营商投资环境 在泰国建立海外业务基地 连接东盟进而拓展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凤凰卫视远王涛泰国 曼华道